第四行 适者 适人于定中观察行因时 因为双观其深处及灭处 故有无误寄见 因为其所观净之相细分之不齐 故其心亦乱而不依 因此若有人来问法于他 他便答言 法亦有 即是亦无 就是也灭 以一切有生必归于灭 故有等于无 但是他却又说 义无之中不一定是也有 是亦有 那么以以灭者不一定更深 所以不一定还有 如是他把一切毅理 以及文字全部交乱了 令人无穷穷解 无容穷解 而得到任何明白确定的答案 一切一团混乱 第二 结疑 堕为外道 经文 由此基督交乱虚无 堕落外道或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五外道 是颠倒性不时交乱 骗记虚论一贯 由此自心谋之作祟 而邪记妄度 成为交乱道理之虚无之言说戏论 因而堕落于外道之二见 从而祸乱自他菩提正极之性 赤则名为第五类外道 堕于无名一致 二 令人失正之见 三 令求法者无所适从 第六 既死后仍有十六相之邪见 经文 又三目中诸善男子 尖灵振心谋不得便 穷生内本 观彼幽青长老动员 一无尽留生嫉妒者 世人坠入死后有相 发心颠倒 把笔拿起来 或旁边编号A 或自故身 云色是我 第二 或见我 我们这个或的旁边编B B 或见我缘 含片国度 云我有色 二四三零 这个或比前言这个或 旁边编号C 或比前言 就是眼前 外色之言 或比前言 眼睛所看到前面这个音言 随我恢复 恢复 云色属我 这是C 这一段是C 底下 或就是编号D 或付 我依行踪相细 云我在色 这个是D ABCD 有四段 等一下你就知道 接级度 原始后 有像 如是循环 有16像 为什么有16像呢 把这个色 受 想 排列下去 就是16 刚刚已经编号ABCD 好 所以看一遍 二十二九 看一遍 或是故身 云色是我 如果是换第二个字 就变成瘦了 或是故身 云色是我 或见我言 寒片国度 云我有色 西就是 或比前言 所以我恢复 云色属我 第一 或付我意行踪相细 云我在寿 那么想也是 就是色寿想行 因为这个外道 他的功夫 只能到行音 在底下 更维系的 第八意思的四音 他完全闽然不知 茫然不知 所以他只能讨论 色寿想行 那么刚刚编的ABCD 四乘以四 就是16 好 翻过来 二四三零 第一 或付我依行踪相细 云我在寿 皆寄度言 死后有相 如是行凡 有四六相 这个一 色寿想行 色是相 寿是相 想是相 行是相 是四十六 从此或计 必尽烦恼 必尽菩提 两性 病区 各不相处 由此季度 死后 有故 堕落外道 或菩提性 事则 事则名为 第六外道 立五音中 死后有相 心颠倒论 二四三一 倒数第一行 一贯 又入于三摩地中 只诸善男子 坚固宁定 持正其心 不起爱求 外魔不能得欺骗 故能增进而破响音 响音既破 行音即显现 于是他便在定中 穷就十二生 类之生死根本 行音 而观比行音 幽影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故他急于 比行音相细 无尽之千流向 提早 知所 而生嫉妒 此行音 为诸动之本原则 世人 从而坠入死后 仍会在有色 受想行 色受想等诸音像 再从行音 生起之没有见 从而发现颠倒 或是坚持 固守此身行 而云是他之色是我 此为既色是我 或望见我性圆荣 寒遍十方过度 而云我拥有色 此为既我大色小 色在我中 或比现前所缘之色 能随我 就任凭我 回旋往复应用 而云色属于我 此为既黎色是我 或乎我系一行音中 之千流相细之相 而存活 故云我在色中 这个是既色大我小 我在色中 如是等皆虚妄忌度 而言死后生虽已死 但我心事仍在 故乃 故仍有我相 在如是之论说 循环王父 共有十六种相 从此 或更转身一成而记着 毕竟烦恼 与毕竟菩提 皆是由有为的行音之造作 而成 因此皆如行音之无尽 是故真以妄恶法 之两性并驾齐齐 就是同时并存 并行恶不备 故各不相处相反 由此 自心磨之作祟 而邪迹妄度死后 仍有诸因相故 因而堕落于 外道之恶见中 一是祸乱至他菩提 正觉之性 是则名为第六类 外道立五因中 死后有相 一是成就自心谋 所造之颠倒 邪论 二四三三中间 七 八种邪迹无相 有三魔中 驻善男子 尖宁振心 谋不得便 穷身内本 观彼幽轻 长老动员 以先除灭 色 受想中 生计度者 世人坠入死后 无相 发心颠倒 二四三四 见其色灭 行无所因 观其想灭 心无所戏 知其受灭 无负连罪 因性消散 众有生理 而无受想 一场木桶 此之现前 犹不可得 死后 因何更有诸相 因此堪教 死后相无 如是寻缓 有八无相 从此 或基捏盘 因果一切皆空 土有名之 究竟断灭 由此 嫉妒 死后无故 堕落外道 或菩提性 世人名为 第七外道 立无因中 死后无相 心颠倒论 翻过来 二四三六 一冠 一冠 又于山墨地中 知诸善男子 坚固宁定 持正心念 不起爱求 外魔 不能得其变 故能增进 而破响音 响音即破 行音即显现 于是 他便在定中 穷救十二生内 之生死根本 就是行音 而观比行音之幽影 轻轻 恒常扰动之根源 就是七四 此时 若于先前 已经出灭的 色受响 三音中 而生邪迹 仇渡者 意思是说 色受响 本有 金武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行音 前面都 本来有 已经被他断除了 如今行音 虽然有 将来也当成无 世人 便坠入外道 所寄质 的时候 一切法皆归无相 这断灭论 则其发心 所以成为颠倒心 此人 一定中 观见 其四大之色灭之后 则 念其身形 无负所因 就是所依 若在观其响音 灭的时候 则念其心 无负所系 则念其心 无负所系 而当他 知其受音灭时 则既他的色 以心 无负连罪 之桥梁 因他 以为前面三音之性 既已消亡 善灭 既已消亡善灭 此行音 众人有生理 仍旧存在 然而 既无受想 恶因 此身 乃于 草木桶 又此事受想 行 世音之指 这题 纵实 现前 一定中 有不可得 死后 因何 更有诸音之相 可得呢 因此 就是仪式 勘教 也经过了 确认 复合 确定之后 可下结论说 生前 已死后 世音之相 皆无 如是行环 论 共有八无相 八无相论 就射受想行 一个是恶 所以加起来是八 既然 现前 只空 既无修正 而死后 也是空 便无证果 事故 从此 获金涅槃 菩提因果 一切 事出事法 皆是空无 图有名字 并无实际 一切法究竟 归于断灭 所以成为波无 因果的大邪见人 这个很可怕的 认为没有因果了 此行者 由此 嫉妒死后 一切皆归于空无 堕落于外道之二见 也就是学佛法 从外道 以致霍乱 致他菩提 正洁之性 事则名为第七类 外道 所立于 无因中 既死后无相 心魔所成之颠倒 恶论 好 二四三八 八 八种巨妃 虚论 经文 又三莫中 诸善男子 尖灵振心 某不得便 穷生内本 万比幽青 常扰动员 于行存中 兼受想灭 双境有无 自体相破 世人坠入死后俱飞 起颠倒论 色受想中 见有非有 行千流内